我們在這個地方再做一些最後功能的補充 剛剛也已經有老師先問到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不管是我們在於分割的部分做調整 還是說我們錄錯了要做調整 這我們剛剛也有提過 透過向左縮排向右縮排 這個我們也可以直接來這個分章節出來 那我們剛剛有提過就是說 如果說我今天有一些其他的內容想要去加入的話 比方有其他的影片 像我們剛剛講如果是數科的一個教材的話 你可以直接就是前面前面兩張的簡報 後面其實就是影片的實際的操作 實際的操作 那像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這個時候我們就用插入影片的方式 你可以去直接使用它這裡支援的格式都可以 WMV ASF或者是MPEG或FLV 這些都是有支援線上串流播放的一個格式 這些格式你都可以使用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就把你錄影的檔案加進來 加進來 那它在播放你的章節的時候 就可以附帶去播放你的這個影片 就是簡報講完之後下一個就變成是影片 就會變成是影片 那也可以像剛剛老講的就是說 我今天可能有另外一個作業要他們順便帶回去 所以我們可以用插入檔案的方式 插入檔案的方式 但因為這個不是我的電腦 所以我就隨便選一個檔案好了 來找看看有什麼檔案可以加 這個嗎? PST檔 好 確定 用附加的方式 所以我也可以直接讓它有一個附件列表的方式 我可以直接在這裡去加上這樣的一個附件 當你看完了第一個簡報之後 第一個教學之後 回去你要做的第一份作業在這裡 整個看完也可以 這個如果要移到最下面也可以 我們剛剛有提過順序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來編排你 作業要放在可能是最後 所有的教學內容的最後 你要放一個出一個作業 你就直接在這裡加一個就可以 再加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加入我們原先 除了錄製簡報錄製桌位以外的這個內容 那另外最後就是我們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就提到了 這個數位的教材 不是只做一次 然後下一次有相同題目的時候 相同的這個學科的時候 內容的時候 我要再重做一次 不用 我們可以不停地去引用一些類似的 所以你做的內容越多的話 以後你基本上 你可能就是 A選一段出來 B選一段出來 C選一段出來 三個兜起來 又是一個新的教材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做重複利用 這樣你才可以快速的 產出更多的這個數位教材 那在這個部分要怎麼去使用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會有一個匯入講解 按錯 儲存 儲存 先儲存 好 那我們可以直接來做一個匯入講解的部分 我剛剛錄了兩個專案 在我的桌面上 總共錄了兩個專案 所以現在我要選的是這一個 簡報這一個 開啟 這個 開啟 好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在匯入講解的時候 我開啟了另外一份專案檔 它會告訴我 裡面有這三個 有這一堆的數位教材的內容 這是我當年錄的 好幾年前錄的 可是我今年 剛好這一門課 又可以用得到這個數位教材 但是也不是全部都需要 可能就是這個第一章 第一節第二節 這三個 三個段落是適合用在這一次的 這個教材裡面的 所以其他我也不要 我不是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 我只要三個就好了 所以我就把這三個選起來 當然如果你全部都要 那就簡單了 就直接全選 就可以了 那我只要這三個呢 選好之後 我就直接做匯入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裡呢 我就把其他 其他的專案裡面的 三個章節匯進來 變成我這一份教材 這就是我剛剛提的 我可以把不同專案裡面的教材呢 整並成為一份新的教材 而不用每一次要重複製作 這樣才會快啊 所以你做的這支教材 累積的量越大的話 其實你後面在做的時候就越輕鬆 因為都是類似的 就把它相同的 類似的就把它組合起來 這也是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你的內容來講的話 不要加那些章節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都把它縮死了 你在講的時候 也已經都講出來 這是第幾章第幾節 都已經講出來 那你在重複利用的時候 對你來講就會是一個困擾 你就很難去重複利用 所以我們剛剛有建議各位 你可以把那個 在簡報裡面 把那些章節去掉 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用PowerCAM裡面的這些工具 來附註加上這些章節 那將來再重複利用的時候 就會更方便 就會更方便 好 那 儲存 離開 又是一個新的 專案檔 原本的不會影響到 不是我把它剪貼過來 原本的還是在 它是複製 所以我是把這三個章節 複製過來 我並不會去影響到 原本的內容 所以 這個我就重新產生了 一份新的 新的簡報 新的這個教材出來 好 那今天最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我們這個PowerCAM的工具裡面 我們還可以去做一些 比方 上傳 上傳 如果我們剛剛有提到 你如果有申請YouTube的網址的話 你可以直接輸入YouTube的網址 然後你輸入你自己申請的帳號密碼 你就可以把你的這個 做的這個數位教材呢 直接去上傳 或者是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Candemic 那個網站它有500M的免費空間 你也可以把它上傳上面 那它也是一個可以你上傳的一個機制就對 那如果學校裡面有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去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在這裡呢 我們還可以匯出成其他的格式 你說我不要用IE看 我每次都要用這個IE看 我可不可以用別的方式來看 可以啊 我也可以把它匯出成Fresh的檔案 比方這個2分58秒這個 我就把它匯出成Fresh的檔案 那匯出成Fresh的檔案呢 SWF的檔案有什麼樣的好處 就是說 我今天不見得一定要用IE來看 我也可以用其他的瀏覽器 或其他的軟體來看 也可以 但是差別在哪裡 老師還是要知道它的差別 在這裡如果你有用到一些功能 比方什麼 我們剛剛那個附件 不見了 如果你把它變成Fresh的格式的時候呢 你的附件就不見了 我剛剛有一個附件嘛 讓學生回去做作業的 那個就會不見了 所以它有優點 當然也有它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匯成像Fresh的格式 好處是跨平台啦 你就可以放到其他的瀏覽器去用 但是呢 缺點就是 你如果裡面有用到的某一些功能 像我們剛剛的附件的部分 它就不能使用 就會不見 就會不見 好 那這大概是我們在這個Pawcane裡面 做的一些基本的介紹 我相信今天老師大概就可以了解到說 Pawcane它可以用它來錄簡報 可以用它來錄桌面 那 以及錄完之後的後續的一些編輯的動作 我相信這次老師在做這個數位教材的時候 一個很容易上手的工具 所以老師可以回去之後試試看去使用 那 那家裡面沒有這個工具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供網址嘛 你就直接下載 它有90天的免願試用 然後組長那邊也有序號可以去註冊 做正式的註冊 你就可以無限使用了 就可以一直用 所以這個部分 看看老師這部分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先交到這裡 有問題的話你就跟我講一下 我跟你討論一下 那謝謝各位